山上一开始我们就是 对这些一草一木都是非常尊重的 我发现这个山上很多草木 生长起来很不容易 它们要长出 要经过很多的这种气候的变化 它们有的没有办法适应就死了 所以山上这个又是东北季风 很困难成长出一个 它们会那么长那么好的 都是要经过摧残的 所以这个什么东西都是 就挣扎挣扎到最后才成为一个 命的一个完整 所以它们都是这样出来 山上这些石头 有个大石头这样一长长那么几亿年 多少年然后长出来 然后我们就是会 为了我们的建筑会把它切掉割掉 我们是不会的尊重它的存在的 那份的时间历史 这些草木我们是爱护它们 它们不容易长 如果没有它们灌脱脱的时候 我们如何的活下去 就是说很多风雨这些一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 它帮我们挡风挡雨挡 很多长出来可以挡太阳 来长这些树木可以 可以让我们能够鸟语花香 因为你爱护自然 自然的东西就接近你 你不爱护自然自然就让你切割 所以我们呢你要盖房子 我们不是要盖那么大 我们是尊重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协调关系 我们不会去用我们的建筑机压这些山 我们跟它是就是融合在一起相依共存的 所以在路上可以看到一棵树 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一个石头 整个就是生态它就是生态 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讲生态呢 大概我们是有那个命吧 我们大家应该都要有这个命 去了解生态是相依共存的 这个环境都是我们互相意志的朋友 那如果是说他们有问题 我们就缺了什么东西 就觉得让他们存在是开心的事情 让他们毁掉是觉得少了什么东西 而我们对这个生态是相当的尊重 是什么东西 我不能于找到现实 我们不体会认识它的相关 我满脏的稿 就是帮忙的 这下意大利片 我满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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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得意 我满脏的 我满脏的 我满脏的